救護員在出事後一個半小時 即是今早早凌晨5點半左右 將這名38歲的女人救出 幸好她只是受了輕傷 由於擔心這個女人可能嚴重受傷 當局派出救護直升機以及救護車到場後命 有消息說是出事女人的男朋友 在凌晨4點鐘致電報警 警方在初步調查後認為案件並沒有刑事成分 就在上個月一名18歲青年 因為警察追逐跳入峽谷喪命 隨之跳入的警員也受了重傷 現在仍在醫院留院治療